美国将37个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 指他们支持俄罗斯和中国军方 参与中国和缅甸侵犯人权的行为 而中方就说 这是美国捏造的藉口 邱丽明 美国商务部在星期四 将37个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 禁止美国公司向黑名单内的公司提供该国技术 黑名单内有28个是中国实体 华府指 这些公司违反美国制裁 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技术发展核武和导弹 并通过他们为解放军採救受禁制产品 部分公司向受制裁的伊朗公司提供技术 今次受制裁的对象 还包括中国最大基因研究公司 华大集团旗下的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和香港华大基因 美国忧虑 中国会利用这类公司 获取美国国民的基因数据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 这些是美国裂造借口 不择手段打压中国企业的有一个例证 敦促美方停止滥用各种借口 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黑名单亦针对向巴基斯坦提供核武和导弹技术的公司 以及向缅甸和中国提供监控技术的企业 结束了 是